Hello,大家好,我是小智 请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和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观看小智的影片 那想和小智交流翡翠元时的 也可以添加小智的微信或者是LINE 欢迎来到小智的仓库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像这边都是小智最近近期收回来的一些料子 那么其实像这些料子呢 我收回来多少价钱 基本上也都是标签 也都打在上面了 就是方便我一些助理 包括公司的一些人 方便来拿料子来看料子去卖去推 那么像这一边 这一批其实是我从缅甸刚发过来的料子 这一批料子是完全是这种厚浆的小饲料 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厚浆是吧 主要玩色出色的场口 你看这种色 厚浆的色其实挺辣的 而且就是说这边你看 其实看似是一个底色的表现 其实开进去之后 它的色会很辣 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这料子一万多块钱 全身都有色带 其实这种料子就空间特别特别大的 不过这一批 我每天这批买的料子 有一些说白了也没有性价比 但是有几个那种没有性价比料子 其实我也不会推荐给我的客户 那像这种 是吧 这种种不错 但是没什么色 这边也是飘色的基本上 这种种好 但是利很多 是吧 一般也都是价格都是标在上面了 包括就说一些你看几千块钱的也有 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在这之前 也就是上个月我公司搬家的时候 我答应了要给翠友们 做一场活动 做一场福利的 但是因为疫情 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停滞了 那说到肯定要做到 所以说小智 今天也是来兑现我自己的一个承诺 是吧 我说了做活动 那肯定是要做的 并且就是说这次活动 咱们是主要是什么 清仓为主 那其实像我们这一行 追求的是一个快速的流动 不管是料子也好 是吧 这个资金也好 那么其实收回来的很多料子 假如说我的客户没有对装对眼的 我一样的就会再次放入到市场上 让它流动起来 是吧 也是追求一个快速的一个变现 因为我要回笼资金 那么后来我又想了一下 今年你看这个疫情原因 是吧 今年刚开始 年初这一波疫情 其实搞得挺那个的 那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呢 也比较谨慎 就是说也不太好 我放出去啊 可能也没那么容易 就是那么快能卖得掉 后来我想了一想 哎 我干脆啊 给我这些萃友朋友们 放利让利 所以说这次活动呢 咱们主要就是 看这些仓库的料子了 就给大家清仓的一个这种活动了 那这次活动呢 我会带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萃友啊 直接来到我的仓库 来现场看 是吧 一个一个看 有合适的是吧 直接拿下 到时候呢 我们也会抽一个奖 就抽一个折扣啊 反正就是有折扣给到大家啊 那料子呢 也远远不止这些啊 里面仓库还有很多 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些地上啊 铺的满满的 这些呢 也都是一些老料子了 有些真的收回来已经半年之久 一年了都有了啊 是吧 包括这边仓库还有 大家再看一下 看到没有 兄弟们 这边也是一样啊 一地一整个地都是啊 这边新料子 这边是最近的啊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 就是现场过来挑 现场过来看啊 那除了这些料子以外呢 当然还有更大的福利 是吧 那具体是什么福利呢 兄弟们 来 那除此之外呢 看到没有 这一桌啊 这一桌茶叶呢 都是这个小智啊 找一个这个西山版纳的 一个茶农朋友啊 帮忙定制的 这一批茶叶呢 是来自于西山版纳 孟海镇的一位茶农朋友啊 他本人是哈尼族 是吧 家里面世世代代是 做这个普洱茶的啊 并且这一批茶呢 是来自于号称这个西山版纳 最高峰华竹梁子 这个坡上这个山上的这个茶树啊 三百年左右的古树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 那其实这种东西啊 兄弟们 有钱买不到啊 就是我也是小智 也是就是找这个朋友啊 精心去定制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 闻起来还是挺香的 有那种老茶的那种感觉啊 那这个兄弟们 到底好不好喝 到时候大家喝一喝 看一看就知道了 并且这些 你看所有的 这咱们都是 咱们都是就是送啊 送 不慢 并且呢 我觉得玩翡翠啊 一定要就是说自己亲身去体验 那到底是怎么样体验呢 学生们 来看一看 开窗机 开窗机呢 小智也准备了九台啊 一样的 就是说有三种不同的型号 这个机器呢 一样的就是送给大家 是吧 就是真正的体会到这个 玩原时的一个 这种乐趣 这种快乐啊 其实真的 有时候啊 有自己亲自操刀去玩一玩啊 我觉得挺好的 前两天有位翠友啊 之前买了块大磨翠啊 他拿那个小错刀 自己错的啊 我觉得真挺厉害 不够啊 开出来那个效果 相当的也 也属于开大掌啊 那咱们废话也不多说 是吧 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这次活动呢 也算是 就小智也准备了很久啊 也是小智的一点心意 是吧 并且这个肠啊 兄弟们 真的算算是比较难得了啊 真儿八经三百年左右的这个老古树茶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兄弟们 很不错啊 很不错 好吧 那具体是怎么送 或者是怎么玩啊 兄弟们 可以到时候咱们直播间 不见不散 那好吧 咱们今天视频啊 就先记录到这里 是吧 那咱们这次活动呢 就是为期三天 今天明天后天 是吧 也就是一号二号 三号三天的一个时间 那感兴趣的大哥 可以详情一下 那我是小智 每块好的翡翠 都应该有个好的归宿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拜拜 OK 我是小智啊 每块好的翡翠 都应该有个好的归宿 那记得点订阅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